今天再跟大家講,關於外交部怎樣反駁 反駁美國,布林肯 其實我想說,很多都是重複的 因為五月份,我們看一些新聞,五月尾 其實布林肯都說過差不多的事情 總之他就是三腹皮,現在不斷地 總之就要抹黑中國,但是搬出來的理由都是那些理由來的 我們五月尾,其實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和華姐反駁過了 有幾點可以再重溫一下 布林肯說,無以尋求衝突或新冷戰 華姐就說,聽起來好象 狠像以與中國展開全面戰略競爭或開戰的宣告 你不斷地說,我不會真冷戰,不會衝突 越說越像,你就想發動一些新冷戰 布林肯就說,美國將捍衛國際發動和平自由 但華姐就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軍事衝突 超過八成就是美國挑起的 是吧 大家要讀一讀,過去幾十年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究竟全世界 侵略了多少個國家,做了多少的陰質事 其實很容易找到的 你們口中的所謂自由民主國家,原來在全世界 做了這麼多侵略,做了這麼多霸權主義 根本一看 一看就知道那個事實是怎樣 以前可能就是說,他們宣傳做得好 或者互聯網沒有那麼發達,我們沒有資訊,沒有那麼豐富 但是隨著 時日的不斷的 過去 互聯網不斷的資訊發達 我們可以知道的東西越來越多 就知道美國究竟 做了什麼惡行 布林肯說,美國將確保個人和主權國家的權利 或者就說,過去10年美國入侵超過20個國家 控制這些國家政權 布林肯說,美國並未阻止中國成為大國 或者就說,為何美國要加強五眼聯盟 推動四方安全對話 酬組AUKUS安全聯盟,並強化與中國周邊國家的 雙邊軍事聯盟 等等 一直都是 美國在做這些 造謠新事 最新呢 最新又有 又有一件事,又可以值得跟大家聊一聊 造謠中國政治滲透 五眼聯盟 環球時報報道 有消息指 他們獲釋 五眼聯盟正在收集和編造證據 計劃炮製一系列所謂中國對西方進行政治滲透的謠言 以詆毀中國的國際形象 這個是五眼聯盟針對中國的最新一輪攻勢 在此之前 在新冠的疫苗 這個是病毒之下 其實已經是不斷地抹黑中國 譬如說 關於涉 新疆 關於香港問題 南海問題等等 背後都是有五眼聯盟的身影 五眼聯盟從過去一直做一些不見得剛的間諜情報組織 已經搖身一變 就是一個反華的 先鋒 現在手段越來越惡劣 在冷戰期間 以前五眼聯盟都是 主要是監控蘇聯和他們的民國 但是911之後 就 不同了 他就是把世界分為自己人和非我族類 還要對 一些民國 包括德國、歐洲國家在來 全世界大搞 監視監聽 配合華盛頓打壓中國的戰略需求 五眼聯盟 再次利用所謂中國威脅 這個藉口 逐漸從一個 情報的 共享機制 變成一個 致力於進行反華政策 的信息指揮部 一個原本只是 在陰暗處 利用不光彩手段搞對手的組織 就漸漸 更加明目張膽 招搖過市 譬如舉個例 澳洲 情報機構不斷頻繁接觸和騷擾澳洲當地的華人社區 有逼他們成為 五眼聯盟的線人 五眼聯盟在香港領事館 幾乎成為 干涉和製造顛覆的總指揮部 五眼聯盟以 保護國家安全為名 在毫無證據情況下 抹黑 攻擊其他國家 尤其是中國的高技術公司 五眼聯盟已經成為 大有明顯 種族主義色彩的黑幫集團 他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白人 至上主義和種族歧視的價值觀 他們不願意看到中國人民的日子越來越好 他們幾個國家基本上都是血統上很有關聯的 除了美英國家 其三個五眼聯盟國家 都曾經 都其實是英聯邦國家 包括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 他們五眼聯盟名義上是情報共享 實際上是四眼 就是服侍一眼 四個國家服侍美國一個國家 而且大部分的所謂情報基本上都是來自一眼 就是華盛頓 來自美國 譬如新西蘭只是佔情報貢獻 大概是百分之一左右 美國有每一百份情報 新西蘭只是提供一份 於是美國覺得有所不足 於是最近搞了什麼 四邊經濟 四邊機制 以及AUKUS 再搞多些聯盟 印太經濟框架等等 這些就是 美國 和五眼聯盟 美國為首西方 最近最新做的事情 企圖 就是 籌 籌資料 編造證據 想指責 中國對西方進行政治滲透的擾議 這個就是美國 為首的西方國家已經正在不斷地造搖 抹黑中國 我們已經不斷地對抗了 所以我們外交部 現在 有很多 很多反應快速的發言人 汪文斌 趙立堅 華春瑩等等 其實都很快 反應都很快 我們覺得 這個 繼續是需要的 美國在外國 不斷地搞事 美國 內部也不太有好過 因為 說了很久 美國基本上 兩個政黨不斷地互相指責 共和黨和民主黨 最新來說 拜登 由三輪車出事 這就是拜登的踩三輪車 這本來是一個畫面 拍著拜登 離遠就踩一輛三輪車 不是三輪車 踩一輛單車 兩個輪 來到這個記者面前 他停下 他停下 好像沒什麼 但他突然停下之後 失了平衡 他右腳本來是支撐的 但是右腳不知道為什麼支撐不了 然後就變成這樣 四腳朝天 這個拜登 周圍的 特工 周圍的記者 立即 衝上前去扶著他 然後問他有沒有事 說真的一個80歲的 接近80歲的老人家 就是他踩一輪車 其實他踩一輪車也算他厲害的 不過他 有些平衡做得不好 又跌倒了 其實又出醜了 其實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他都接近80歲了 其實真的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去 處理一下這些 事件 在安全情況下 你做運動沒有問題 但是 不要做那麼危險的運動 而且 你經常都這樣跌倒 對你的形象 都很大影響 當然 他的對手特朗普 趁機 就 找他 再發揮 特朗普就說 他自己就不會 踩一輪車跌倒的 其實 為什麼他不會踩一輪車跌倒呢 因為他踩不到單車 他 200多磅的身形 怎麼踩一輪車 騎上一輪車的單車也會倒閉 又是 自己想帶出的東西 基本上 美國本身 政治 無論在野黨或者 執政黨 基本上都是互相指責 企圖 就 將對方拉下台 拉下台之後 他跟著競選 他又得勢 他又可以上台 即 外部 美國是在做一些事 污衊中國 侵略其他國家 內部 他們是自己鬥爭 所以 造成 現在整個美國 似乎都是國力 日漸衰退 好了 這個就 上半部 即下半段的上半部 我就講了美國的 一些 現況 無論外交或者國內的現況 我想回到香港 因為回到香港講什麼呢 其實都是 想講講新班子 因為昨天來講 新班子正式是見傳媒 你也看到新班子 整個這樣的人選都可以說 面目一身 面目一身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 上一屆的班子 林鄭的班子 林鄭的一些是 所謂外長 有人子 都基本上是沒有留由的 新班子 就是 令人 有一個多大的憧憬 多大的期望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 見媚就知道 即是說 你看到細微的東西 你就會知道 究竟這個新班子 究竟有沒有一個新境障 有沒有一個魄力 我給大家看幾幅圖 好 看這幅 這幅沒有什麼 大家做個大合照 背景就是 同為香港開心篇 沒什麼特別 大家就站在那裏 有高低級 不要遮住每一個人的頭 後面的人 不要遮住一點 不要緊 但是這幅圖 沒有什麼特別 這幅圖也是很標準的 合照的圖 但是 看看其他圖就不同了 這幅圖已經不同了 大家向右 向上 微微地向上望 代表什麼 代表大家 向一個 新篇 開新篇 新篇 香港 向前望 向上望 這幅圖 很重要的 這樣的姿態 好了 再看一幅圖 剛才的大合照 然後 進入室內 去其他地方 有一點背景 但你看到背景 跟以前的感覺很不同 兩張大梳化 跟著有一個長腳椅 跟著 大家的姿勢又不同 有些人在手 好像鄧炳強一樣在手 類似在中間 但是你看到 經過一些比較 撿過的姿勢 還有 有一個給人 第一更年輕的感覺 第二就是 有一個憧憬 對他們這個新篇才有憧憬 感覺上 好 看看這幅圖 更加有感覺 像什麼 哇 有高有低 有側面有正面 手的姿勢 每個都不同 幾乎是沒有一個重複的 這些就是 從細微的地方 你會看到 新班子 他們是一個創新的 組合 一個創新的思維 一個向前往的思維 其實拍照你會看到 不會像以前一樣 很死板 大家 大合笑 見完傳媒 大家不斷地說兩句 然後就 散佩 不是的 有些心思 連拍照也有心思 這個 所以 對於這個細微的地方 我對於這個新班子 是有信心的 好 我們儘管看看新班子有幾個人說的東西 我大概說了 大概說了幾個人 幾個是局長 或者是高官所說的東西 你會看到 真真正正 7月1日開始 落手落就做事了 譬如 洋洋 不做教育 當然是做文化街 他就說 上任立刻去M加參觀 M加參觀當然是有些爭議的問題 包括 那個展品的問題 或者他展品的來源 或者價錢問題 適不適合問題 我相信 楊洋洋 立刻局長應該會很快 處理 他提到記者問他關於 足球的問題 體育的問題 他又留意 香港足球代表隊 亞洲杯外圍醉 進級了決賽州 好了 關於公務員 楊河培恩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說 公務員加參的薪酬趨勢 只是其中一個指標 有六個因素影響公務員加參 輿論 大部分都是說 公務員加參 特別是高官加參 那個 百分比是有傷殼餘地 我相信 局長 楊河培恩局長 一上場就會處理 這件事 創新科技及工藝局局局長 孫東說很高興有一個新的職位 希望年輕人在一國兩制之下成就更美好的人生 事實上 香港的年輕人 有越多的機會 配合大灣區的發展 科技方面 我都希望在這方面 政府做多一點支持 其實香港也有不少的 小型的科技公司做得很成功 慢慢發展 很多都去了大灣區 是開 辦公室的 希望可以多一點機會給年輕人向上 另外一個 另一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河培恩就說 公務員是必須求盡才可以邁向未來 政府工作36年 未來每年會帶領公務員團隊 為香港最大的發展貢獻國家 這個很重要 因為公務員團隊拔漏給人的感覺 做36年,不做36年 新高良準,又不會被人炒柔 似乎 都是要改變的時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河培恩 等你的 一些 真正的 一些是貢獻 貢獻國家為香港帶來發展 公務員團隊也都要變 校任發展局局長 林漢浩 亦都是我們對他很大的期望 他就說要做到 關於土地供應 方面 他就會為了改善市民生活 在香港長遠發展創造條件 會做到四樣事情 提速、提量、提質、提效 我也都很相信 林局長 可以很快地下手下腳 為香港的土地供應 房屋建設 做一個很大的貢獻 麥美娟 麥美娟 她說她自己做區議員 做了這麼多年 做立法會議員 曾經擔任青年大使 也是 在香港的勞工議題 非常熟悉 所以她做這個新的 勞工 和 關於這個青年的大使 這個職位 這個職位 她認為她自己是非常適合的 我們都是非常期待的 盧寵茂 衛生局 那就是 局長 他就是 他也是 很簡單的 以病人福祉為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 最重要的是初心 其實 醫護人員的初心很重要 初心永遠都是一樣的 一定是那樣東西的 第一是專業 第二就是 幫助病人 以病人福祉為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初心 好了 跟著其他的 其他的官有什麼說 教育局要說 教育局 教育局局長蔡若年就說 教育關係學生的前途 教育工作任重導軟 不僅是工作 僅是使命 指學生雖從小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幾句說話已經說了現在香港教育的問題在哪裡 教育的重點在哪裡 從小開始 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非常重要 教育關係是關於學生的前途 不單單只是工作 其實學生整個人的成長 他的國家民族意識身份認同都是非常重要 大致上 一些重要的局長或者司長的發言 我都說了 我也是很強調 從這一幅相 的 拍攝的動作 一些細緻的一些編排 我是對這個新的班子 相當有信心 也都期待 初一號他們開工之後 我們很快會看到一些成果 最後一個題目 我們也說說股市 其實 昨天勞社長分析了 究竟歐洲幾個領導人 包括法國 德國 意大利 羅馬利亞 幾個領導人 最近去了 基庫建澤連斯基 究竟是為什麼 正常的分析就是 他因為為了6月22日 G7會議做準備 因為6月22次28日是G7高峰會議 到時歐洲領導人就會開會 七大公園國都會開會 所以肯定會講到 關於俄羅斯、烏克蘭的局勢問題 幾個歐洲領導人 首先去 和基庫見一見 澤連斯基 但是我在想 你去見澤連斯基事後的發言 就是說 會繼續支持烏克蘭 會繼續供應物資 如果你真的繼續支持供應物資 需要幾個領導人 冒險地坐火車去基庫 即是坐火車去基庫 見澤連斯基 視像行不行 是吧 如果你見澤連斯基親自去 我覺得是有其 有些內在的其他重要問題 他可能真的談 談什麼呢 盧社長昨天說 有個高人的分析 就是 談 歐洲這幾個國家領導人親自和澤連斯基談 就說 喂澤連斯基 現在 你現在 和烏戰士這樣交著 對歐洲的整個經濟很不行 就是頂不住 就是冬天 再過多幾個月 就是這樣 石油天然氣 除了假季之外 又供應不足 我們真的 過不了冬 通脹又厲害 你不如想一想 想一想 如何和俄羅斯 談判 以和 似乎要 不過你可能要犧牲一些烏克蘭的土地 例如 烏冬的地區 頓巴斯的地區 頓滅茨克和勞金斯克兩個共和國 可能要 可能沒有了 他們會獨立了 甚至乎黑海 通向 通向這個海路的 布薩德這個城市 那個地方都可能會沒有了 本來是一個 軍事的海港 不知道 烏克蘭西部會不會 波蘭乘基 又會拿些地 我不知道 但是似乎 有機會 就是說 幾個歐洲的領導人 去到 特地 冒險 你現在坐火車 幾乎是危險 用什麼俄羅斯 弄個導彈炸火車 那就糟糕了 炸死了歐洲領導人 當然他應該事前跟俄羅斯 單聲了 說了給俄羅斯 他會去 原來俄羅斯的導彈 炸了火車怎麼辦 我覺得 不是很尋常 幾個歐洲領導人 親自去基庫 跟勞金斯基說 就不是那麼簡單 就說 我們支持你 親自跟你說 似乎是有其他 我們不知道 如果真正如 盧英雄社長所說的 有個高人分析 其實就是 這四個歐洲領導人 希望 薩尼斯基 可以以和 跟俄羅斯普京談 如果真的會的話 可能突然間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G7峰會之後 大家 你想想 歐洲四個領導人 跟薩尼斯基談完 他帶了資料回去 可能就 講了條件 或者薩尼斯基 同意還是不同意 歐洲四個領導人 應該就是6月22至28 應該會跟G7的領導人 開會 談他們在 基庫和薩尼斯基談了什麼 是不是叫他講和 如果是這樣 我在想 會不會 我真的希望是這樣 當然 我也不想戰士再交著下去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會不會6月28日 開完G7峰會 我們會突然間有些好消息 如果突然間有好消息 陳斯基說願意意和 願意跟普京談 立刻油價會落 立刻通脹會落 隨時 加上美國可能 那個關稅方面 貿易戰的關稅 可能會減 如果到時有這兩個雙重利好消息 我覺得 不單止美股反彈 港股反彈 儲舊金融市場都會反彈 大家要密切注視 所以我現在分析 美股和港股走勢 我都是 根據 我都是密切注視 究竟是 外圍 政治方面發生什麼事 這個才是最重要 但是如果純粹看圖 我是 都說了很多次 我說納子 周線圖 MACD 向下 周線圖 一天未到250周平均線 現在在 10071 即是說我始終認為納子去到10071 應該就是調整完了 上星期收多少 107.98 還有7、8點跌 不是太多 7、8點即是 6、7%左右 有沒有機會在 這兩個星期內跌過去 跌過去之後 試試250周平均線 如果真的到的話 我真的建議大家 真的要開始 加一些貨 因為 如果納子 調整完畢 我們看回恆子 我都說了很多次 恆子周線圖 MACD 已經一早有買入訊號 現在的走勢是跟2020年很相似 插了下來 反彈 第二隻腳 插了下來反彈第二隻腳 我不知道 第三隻腳 是不是這樣 反彈完再做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也不知道 28日之後 G7會議 突然說 議和 貿易戰美國 減關稅 可能突然市場 就抽到這裡 抽到這裡多少 23000 都不定 恆子 抽了上去 然後再下來找第三隻腳 也不定 就像當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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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腳之後 抽上第三隻腳 再下來 再上去反彈 再做第三隻腳 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這樣 上去再下來 就可能是什麼 可能直接下來 做第三隻腳 直接從這裡下來 如果由直到這裡下來 大家看著 看看一些近的圖 現在暫時短線 20,800 20,700多 20,800 試了多少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20,800 都不算 反彈 反彈 但我不知道今天會怎樣 今天可能 都會再下 如果真的 再下去 第四次 可能是堅 如果真是第四次 再試20,800 如果真是堅穿下去 就會下去 試這位 這個是大概 20,0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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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到20,000,200 試這位 如果真是這樣下 試這位 我也是建議 其實我是想他這樣走 因為如果他真的這樣走 如果他真的會 跌到20,000點 附近 如果我認為 形態是一浪 高於一浪 一浪高於一浪 一浪高於一浪 即是不會穿 19,200 就算他下來第三隻腳 那就是說 如果人身指數靠近20,000點 都可以想一想 再賣東西 加上持股 因為我看不會再穿19,200 是不是 什麼壞銷額都出了 其實 如果真是計劃 這個位置就是 最佳買入機會 如果看恒之日線圖 就這樣分析 短線都是一般的 你看到MACD短線都是有估出訊號的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就算上星期五 彈回幾百點 可能這個星期 都有機會 下去 或者未來一兩個星期 都有機會 距離二萬點 靠近二萬點 到時 可能就是一個最佳的買入機會 還有另一方面 雖然我認為美國不好 納資不好 但是我們上海A股好 你看到上海A上證指數 一、二、三、四 八個星期 連續八個星期 都是慢慢升 是吧 由二千八百點 上回到三千三 上回到三千三 當然三千三百一十六 這些位置 有點阻力 因為你看到 其實三千三百多 這些位置 正正就是 2021年一月的低位 2021年七月的低位 是不是 這兩個低位 都是大概三千三百多 現在上回去 甚至乎 2022年一月的低位 都是差不多 這幾個位 都是 一個位 兩個位 三個位 都是三千三 三千四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你上回去又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說 上海A股已經彈了 八個星期 可能短期都是在 三千三、三千四 最多試一試 升 上升的幅度不是太大 我相信 可能三千三、三千四 碰一碰又會下回來 再搓你搓 搓 然後都要等外圍 等俄烏戰士 上海A股才有機會再上去 三千七 這些位 但是整體形勢是好的 因為上政 連升了那麼多星期 其實都帶動到香港的中資股做好 亦都對恒申市是有支持的 大致上我分析就是這樣 都是說一句 密切注視 俄烏局勢發展 密切注視 貿易戰 美國會不會 減關稅 這兩個是比較大的消息 香港恒申市指數 一切注視 四五百點 甚至一千點 其實我都說了很多次 一向都不是太大 不需要太大原因 但是恒申市指數 大家最重要有一個 觀看 就是自己 譬如說 心目中 譬如說我心目中很清晰 如果恒指在二萬至二萬零二百 買東西 大家如果 現金水平高 就會開心一點 到時二萬至二萬零二百就可以買貨了 買什麼貨 其實都是那幾隻 美團 阿里巴巴 這些 我相信會繼續 這一群股票 都會跑人大使 如果 上海A股做好 我想中國平安 都是一個 可以買入的 一些股票 水平的位置 比較低 都是低估值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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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